今天我特别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游戏 然后这个游戏的灵感来自哪里呢 其实呢 我刚好那天就是静坐 后来我就有一个灵感 我就说 嗯 要跟孩子玩个游戏 然后这个游戏叫做 节之声音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灵感呢 也是因为看到 因为MCO的关系 所以就跟孩子更加多的时间在家里 那孩子有自己的手机 那妈妈又有用自己的手机 变成呢 我们反而有的时候 并没有好好的去共通 然后呢 就各自都矿在那个手机的荧幕里面 那他到底在玩什么 他在看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了 当然我本身是没有 download任何的games 在我的手机里面 因为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蛮浪费时间的 所以呢 我突然间有个灵感说 哎 跟孩子玩个游戏 然后呢 我就开始了这个游戏的规则 那这个游戏很简单 那不需要download 不需要任何的apps 然后你不需要上网 然后呢 你就可以跟他开始玩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做截之声音 什么叫截之声音呢 就是说你可以去感觉到你的一举一动里面 所发出的声音 然后呢 一个声音就是一声 那我就跟孩子说 嗯 那因为玩games都有很多level的嘛 这样你要挑战的嘛 这样他就很好奇说 嗯 我说好 那么我们就有分十个level 从第一个level就是一百声 十个level就是一千个声音 那么我们一天只玩一个level罢了 那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呢 第一呢 就是说 只要你是声音 你说了就算了 妈妈不需要 你知道吗 特别去数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数到多少 因为以诚信为主嘛 然后你说了就算了 你说你有一百声 那就是一百声 好 那么那个声音从哪里来呢 那就是你做任何的动作 比如说你扫地啊 你走路啊 你喝水啊 你洗衣服啊 或者是上衣服啦 或者是炒菜啦 煮菜啦 或者是种种任何的动作而产生的声音 你就开始去计算 那只要你计算了 达到一百的话呢 那么你就first level 你就过关了 好 那我们第二天在second level 那呢 从这里 你就可以去感受得到 你就平时呢 是没有去检查的 但是呢 我竟然呢 第一天的时候 孩子就开始有互动 我就跟他说 嗯 你不要特别制造声音啊 然后他说 嗯 可以吗 我说 可以呀 只要你认为是ok的 只要那个是声音 你要去听清楚就ok了 那从第一天开始完的时候 也很容易过关嘛 一百个声音 然后第二天早上 然后就早上我就提醒 从来呢 我都不会去告诉孩子 哎 你要不要玩games 你在玩什么games啊 还是什么 然后呢 也不会去鼓励他玩 但是现在这个我们都很好的互动 我们都彼此都蛮开心的 然后第二天 然后second level了 我就提醒他 哎 你啊 你是second level了 你完成了没有啊 然后就 第一天就是大概晚上九点多十点 他说 哎 我完成了 那么第二天的时候 他也完成咯 然后他说 哎 我已经超越了 两百个声音了 他这样讲 你知道 那么 哎 我说太棒了 那么第三天 level 3 然后呢 我就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起身啦 你知道吗 那么今天level 3了 今天是level 3 那么你的level 3的话呢 就是300个声音 他就告诉我 我觉得我 我蛮开心的 我听到这个 他说 嗯 妈咪啊 其实呢 我刚才已经听到 我的心跳声一百声 算不算 我说算啊 你知道吗 哎 你平时你怎么去听到 你的心跳声呢 他说 哎 我就把我的枕头 这样盖住的时候 我就开始 哎 听到我的心跳声 哎 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要的 因为我想要让他知道 我们是有心跳声的 活在当下嘛 然后呢 哎 然后就开始感受到什么 他发现到我的女儿 他自己会做家务 因为做家务 会产生很多声音嘛 因为他可以找到更多的声音 ok 然后 他自己会去煮马铃薯 去煮马铃薯 去煮马铃薯 ok 然后他就开始去感受那个声音 嗯 嗯 然后我们竟然还有很多的互动 因为呢 我反而开始我自己会写些聆听他讲话 我竟然用了一个小时坐下来 跟他好好地沟通 聊他在学校的东西 他就 大家就很很很很 很好的去聆听他在讲解 他的讲话 哎 我觉得这个游戏 你知道吗 我真的看到我想要的结果 啊 当然我们会挑战1000个声音 就是10个level 所以呢 我很期待 你们有开始可以这样 去跟你的孩子互动 当然这个游戏呢 我也是有做了一些条规 啊 然后这条条规呢 我都会有特别的去注明 啊 如果呢 你有兴趣的话 那你就可以联络我 然后呢 我会把这些条规告诉你 我希望我们在这个MCO的时候呢 呢 透过这个游戏 让我们自己去跟 更加的节肢啊 彼此跟孩子的沟通